凤梨酥在台湾有什么特别意义 拉起来就好像晶莹剔透 有一点红筋颜色 为了食材的新鲜口感 它如何与时间再好 要赶时间 最忙着都就忘了把鱼包拿出来 涉海而过的人们 如何将美食发扬创新 你要不要吃一个棺材盘 结果被那个老夫人骂了 凤梨台湾的街头美味 周遍中国正在播出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走遍中国 2014年6月25号 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访问台湾 之前张志军在厦门海昌举行的 两岸特色庙会上 曾经品尝过台湾的卤味 当时他对台湾小吃摊的老板说 自己曾经看过台湾作家 舒国志的台北小吃扎记 希望如果以后有时间去台湾的话 就按照书上写的 每天去两个店 在如愿踏上宝岛的土地之后 张志军将会品尝哪些台湾美食 就成了台湾媒体关注的话题之一 这家店呢叫做维格炳家 店主人没有想到的是 张志军到台湾后的第二天 就去了他们的工厂探访 在参观凤梨酥制作过程的时候 张志军品尝了一块凤梨酥 并且大声的用闽南语说 猴家 就是好吃的意思 其实呢 作为台湾美食的代表之一 凤梨酥早就已经风靡大陆 它酥软的外皮和甜美的馅料 也是深受食客们的欢迎 那么这种发扬光大于台湾的美食 究竟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在台湾的一些地区 每逢年节 婚嫁祈福的时候 人们走近房友 带一盒简简单单的凤梨酥 是必不可少的 因为在当地人的传统习惯中 凤梨酥有着特别的含义 那么凤梨酥在台湾 究竟有什么样特别的寓意呢 这里是台湾南投县的菩提镇 也是台湾凤梨的传统产地 每到秋季 唱片的凤梨就会在这里收割 台湾凤梨酥的工厂 往往也以设在菩提被证宗 而凤梨酥所象征的美好寓意 其实正与凤梨的名字有关 凤梨在台湾人的生活里面 它有一个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 凤梨 因为这个我们台湾 凤梨它比南话叫翁来 我们中国人 就是很喜欢那种吉祥话 翁来就代表很旺 你做什么事业很旺 做什么事情很旺 活力很旺 那个旺来 买什么东西 翁来 很旺来 对对对 很旺很旺 你买凤梨送给亲戚朋友 那也代表说是个偏才 送给亲戚带来好运 翁来 所以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对对 我们台湾过年过节都会买凤梨来拜拜 我们台湾 我们也去 对 就是那个左右 换换颗一颗来拜 然后今年一定会旺旺来 其实旺来这个别称 源于闽南语中对凤梨的称谓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谐音 使得凤梨这种水果在台湾有着不同寻常的地位 而用凤梨制作的凤梨酥也因为这个原因 成为人们接近送礼最喜欢的礼物之一 凤梨酥传说起源于三国时期 刘备在迎娶孙权之妹时 订婚礼饼中就有凤梨制作馅料的大饼 后来凤梨酥流传开来 在台湾已经封行了上百年 为了再现传统的凤梨酥做法 廖汉龙在我们拍摄的时候 选择用手工的方式制作 首先是凤梨酥的馅料 削皮切块后 将凤梨水白糖按照一定的比例放入锅中 然后开小火按照顺时针搅拌 以免糖分太高导致糊锅 且保证凤梨的纤维不会断掉 随着水分的蒸发 凤梨糖水会慢慢变得浓稠 不停搅拌八个小时之后 等到水分几乎全部蒸发 凤梨与白糖融为金黄透明的护状时 凤梨酥的馅料便做好了 相比耗时费工的馅料 凤梨酥面皮的制作就要省事得多 先将淡奶油充分打发之后 按顺序加入白糖 蛋黄 奶粉 蛋黄粉和面粉搅匀 面皮就制作完成 做好的馅料和面皮经过冷冻后 便分成大小均匀的小块 制作凤梨酥的原料才准备完成 刚刚做好的时候这个皮也是软软的 对对对 经过那个冰箱的低温 那个它就慢慢的冰过 它就会软硬刚好 软硬对对对 像个蛋黄而已 对对对 你摸起来就很软软的 软软的但是不稀 对 就是不连锁 对 等一下我再教你怎么做 像这个呢 这个是我们刚才那个鳳鱼线 搅好来刚才煮到八个小 你看这样拉起来就很像精灵剔透 有一点那个黄金颜色 它可以拉点 对它有一点 它就是那个凤梨 它有相当丰富的纤维纸 对对 能够拉点 对对 它有点淡透明 对 提前将面皮和馅料分成小块 是因为在凤梨酥的制作上 为了保证口味一致和口感最佳 馅料和面皮的比例还有一定的讲究 为什么要提前把它做一个比例 我跟你讲 这个是我们在制作一个糕田非常重要的程序 就是说一定要把它比例 就是说皮多少 那个水 那个凤梨的肉要多少 这样搭配起来 黄金比例 黄金比例 吃起来只要用口感 那皮袍线多 那吃起来的口感就会 每一个的 对 用量 这样多吗 对一样 就是那个25 那个25 25这样 都是25 对对 那我看 你来看那个25 好 对 25 那这样几个的话 就是50 50公克左右 对对对对 那就一二一半 对 而且每一个都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 一切准备妥当 凤梨酥的制作就简单了很多 下料和面皮按照1比1的比例包裹 再搓成椭圆形 放进特制的模具中压实 最后放入烤箱中 经过十几分钟烤制 凤梨台湾的凤梨酥就完成了 由于凤梨酥的制作过程过于耗时 所以在过去一般都只是在过年的时候 家家户户才会织起小锅制作 但由于这种点心甜而不腻 且具有兴旺发达的美好寓意 在机械化生产之后 它也风靡台湾 成为与凤梨一样的年节送礼的佳品 凤梨酥能够在台湾发扬光大 其实和台湾南投的气候条件 能够生长出优质的凤梨有关 台湾岛四面环海 拥有非常丰富的鱼类资源 海产品自然也就成了人们餐桌上的美食 在台湾人的美食菜单当中 就有很多用湿木鱼这样的海鱼制作的菜肴 还有用鱿鱼章鱼等海鱼制作的街头烧烤 更有深海鲍鱼丸为代表的台湾鱼丸 台湾人为了保持海鱼的新鲜和口感 更要和时间赛跑 比如说如果台北的市民想要吃到产自高雄的海鱼 那么高雄的渔民就必须要分秒必争 在捕捞上海鱼之后 力争在18个小时之内 把海鱼搬上台北的餐桌 那么这些海鱼美食的制作者 又是如何与时间赛跑的呢 每天凌晨一点 郭伯华都会准时来到海产品交易市场 他要在这里为他即将制作的鲨鱼烟采购原料 郭伯华要购买的是一种并未列入国家保护动物迷路 名为深海胡椒的鲨鱼鱼头 他从父亲手中接过制作鲨鱼烟的手艺已经有二十多年 为了买到最新鲜的鱼头 他总是在海产品交易市场 还没开门就过来等候 等一下我看这有个什么 这是什么 为什么在这个捞鲨鱼的时候 把鱼钩留在这个嘴巴里面呢 因为他们作业上的舒适 也许说要赶时间 赶时间就是要赶快把它引到台北来 就是忙着就忘了把鱼钩拿出来 但是我看他是把这切掉是吧 对对对 直接就是赶快把它送到台北这样 就是为了赶时间 鱼钩就留在台北 把鱼钩留在鲨鱼口中 鱼民们喂的是赶时间 而凌晨一点来到菜市场 郭国华喂的也是赶时间 那么什么样的美食 需要人们如此看重原料的新鲜程度 清味提重的鲨鱼头 也会在郭国华手中变成怎样的美味呢 台北市位于台湾北部的台北盆地 而盛产深海胡椒的海域在台湾南部 每天下午五六点 是大量收获海域的时间 被捕捞上来的深海胡椒并不在当地耽搁 而是收获之后 直接从海上运往台北的水产市场 其中的时间不超过五个小时 从市场回到小店 已经是凌晨三点 为了赶时间 郭国华往往通宵开始工作 他先将已经切好的鱼头分类 然后清洗 接着按照鱼头不同的部位分开煮熟 如此着急的开始制作 是因为鱼皮的清洗 还需要一道费工费时的程序 这个摸起来很粗糙像有一个沙子一样 对对对 这个是鱼皮本身的 它是一个像一个什么样的 像普通那个鱼的那个鱼鳞 哦鱼鳞是吧 那就是我们脱这样的清洗把这个鱼鳞捂通掉 这个洗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吗 洗的过程当中 你看看哪一个动作 比如讲你现在这样搓 会比较顺的话 就是直接就是 由下往上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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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这个比较顺是什么意思 顺的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东摸摸西摸摸 比如讲这样比较顺 顺你就用往 往 往这边 对对对对对 这样就比较好洗 这样 那这个是做杀人烟必须要有的一个程序 对对对 刚刚摸起来 洗好的摸起来 跟鸡鱼的体肤纹的一模一样 哎呦 是不是是 是很光滑的现在 对对对 现在这个摸起来很舒服 对对对 洗完之后就 看下您的这个 洗完之后真的是像那里 子弹青一样 对 清洗鱼皮 需要的是耐心和细致 因为鲨鱼头胶质丰富 很容易就会损伤肉质 也正因为如此 鲨鱼烟的制作 一直保留着传统的手工制作方式 洗好鱼皮已经是凌晨五点 而下一步的制作 才是最关键的步骤 这口看起来秀极斑斑的大铁锅 其实在前一天才刚刚使用过 因为台北超市多余 只经过一夜 就想放置了很长时间 在开火干烧 直至铁锅已经发红的时候 郭伯华用一个铁铲 清理铁锅上的秀极 等到铁锅被清理干净 锅底被烧得通红的时候 就可以制作鲨鱼烟了 用来熏制鲨鱼肉的原料 是混合好的白鲨糖和红糖 白糖和红糖加起来 对 那么这个锅现在可以拌了吗 可以拌了 我现在用给您看了 这起点果 小菌 这不是在讲究火候吗 对 你看现在这个是白烟 白的 等一下会油白变黄就好 就好 但是这个是一个经验 对 看这个烟已经变黄了 因为开始是白烟 现在是黄色的烟 有一点点变黄了 要它很黄的时候 因为这样 因为你第一锅的时候 也许可能要大部分 一分又四十秒就可以了 应该现在就应该可以了 其实它是用这个糖 对 对 焦的这个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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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的 可以的 我都可以太多了 现在可以了 对 准备了 它应该已经全部变成黄色了 就可以了 太多 看里面是什么样子 哦 整个 就是这么一分多钟的时间 对 对 白砂糖和红糖 经过加热 发生焦糖化反应 在高温下 和鲨鱼肉的蛋白质集合 不光能够除掉 鲨鱼肉本身 很重的腥气 还能防止腐带 并提升鱼肉的口味 从购买鱼头 到制作完成 还不到早上搭别 烟熏好的鲨鱼肉 在焦糖的保护下 不光色泽金黄 还能保持新鲜的口味 这就是郭国华 一直追赶时间的原因 也是鲨鱼烟 在制作中的命名 等到中午时刻到来的时候 将烟熏好的鲨鱼肉 按照种类切片 加以蘸酱 在台湾有着上百年历史的 传统小吃 鲨鱼烟就完成了 你经常来吃鲨鱼烟吗 三天两口来一趟吧 好吃 入口就是口感非常的棒 吃起来呢 吃起来的口感也很棒 也很赞 您刚才说很棒很赞 能够形容一下吗 它的鲨鱼烟其实就是 我们台湾这边 在地的传统的一个食物 那其实搭配它 这个很独家的酱料 其实吃起来它的口感 其实很顺 有一点酸酸辣辣的口感 其实非常的新鲜 非常的新鲜 今天鲨鱼烟已经成为 台湾庙口夜市常见的小吃之一 而人们普遍认为 这种小吃源于百年前的贫穷时代 食物匮乏让人们开始食用 过去都被废弃的鲨鱼头尾 并为了掩盖腥味而发展出的本土小吃 到了今天 在台湾时刻的心中 鲨鱼烟代表着台湾传统的口味与文化 说完了凤梨酥和鲨鱼烟 我们要说一说台南式的美食 在台湾啊 台南开发比较早 早在三百年前呢 就有大陆的漳州人泉州人移居到台南 在逐渐融入当地生活的过程当中 他们把家乡特有的饮食口味 烹调方法和台南丰富的物产资源结合起来 衍生出台南特有的饮食文化和烹调记忆 如今台南的小吃能够数得上名字的有几十种 其中大部分都是风靡整个台湾的美食 有人甚至说台南小吃在台湾的地位 相当于成都小吃在大陆的地位 那么台南究竟有哪些诱人的美食呢 入夜的台南 当你看到满街都是棺材板的招牌 会不会感到毛骨索然 当你了解了这是一种风味小吃后 你会远远的避开 还是忍不住好奇心想见识一下 其实棺材板正是发源于台南 而且非常出名的小吃之一 那么棺材板它究竟是一种什么食品呢 又是怎么成了名小吃的呢 正宗棺材板的第三代传人 徐宗哲先生 他热情地给我们演示制作过程 先将厚片面包炸酥掏空 舔入鸡肉 马铃薯 青豆 虾仁等馅料 然后浇进牛奶面糊 再将挖去的面包皮盖上 棺材板就完成了 而取名为棺材板 是因为这种小吃的外形发症 做法和外形容易让人浮想翩翩 我们当时在做的时候 有时候客人他一听着棺材板 有时候我们会讲说 给那个老妇人讲 你要不要吃一个棺材板 结果被那个老妇人骂了 就发生这一种事 渐渐的那个经济就没有 而且呢 我们现在最近的也是 大家都好像是升官发财 见官就升官发财 就这样来了 就一直就团下来 接受了棺材板的美味 名字也变得吉祥起来 于是这道美味的乡土小吃 在台湾传播开来 至今已有七十年历史了 台南和周边的云林 嘉义都地处平原 号称台湾的云米之乡 人员大多是早期来自福建漳州和泉州的移民 而赤卡楼边一种精致的淡仔面 则与移民有着紧密的联系 不同于大碗奔放的牛肉面 淡仔面适合小口品尝 讲究鲜香的口感 做法堪称精致 具有代表性的 是一家名为杜小月的淡仔面 说起杜小月还有一段来历 光绪年间 台南沿海主要是一些以海为生的人 每年到了八九月的台风期间 无法出海捕鱼 一家姓红的渔民便想出了这样一条生计 从而度过了这段正为小月的日子 每天红芋桃挑着担子 沿街叫卖的情景 不仅被一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下来 还被当时的一位举人杨乃胡 用一首诗赞美其味 米粉细丝与面条 雅宾环绕 面萧萧 古都食谱 添加点 一段豚香 方未饶 可见淡仔面之所以比起牛肉面的大碗 显得小巧 是当时贫困的条件时代 只能浅尝辙止 劝当糊口冲击而已 今天它却成了人们 精进乐道的 驰名的美味佳肴 噢 蛋纸面 它有一个百年流传下来 就是吃巧不吃饱 因为它之前是用蛋纸挑着 那蛋纸来讲的话 你的碗如果太大又太重 它那些器皿都要小小的才行 所以它就本来想要让你吃饱的 变成让你吃成小点心 然后味道又很好的话 上门套一句台湾话的话 就是说 要给你生 又花 又花点的那种 想要再吃一碗的那种感觉的时候 OK 你要再吃一碗 下次吧 就是这样子 棺材板 凤鼻酥 蛋载面 台湾的众多小吃 来自不同时代 不同地域 不同文化 却在台湾这个海岛融会发展 成为今天台湾文化的代表 除了我们展示的这些美食 台湾还有很多其他的美食 比如说发源于台湾的珍珠奶茶 在台湾发扬光大的柯仔间 成为台湾名片的牛肉面 还有一些名声不大 但是做法很独特 名字很奇怪的美食 像纸肉干 猫鼠面 黑猫包等等 而我们现在如果想要吃台湾小吃 也不用千里迢迢的去到台湾 第一条大路的台湾小吃街 在厦门市的人和路 秋季探考 大肠包小肠 台南东哥鱼卷 大部分的台湾小吃 在这一条208米长的路上 都能够品尝得到 在北京的前门和石井山雕塑公园附近 也都设有台湾小吃街 北京的观众只要去到小吃街里 也能够品尝得到地道的台湾味道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走遍中国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